田小杰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在《过把瘾》中一举成名的江山曾是无数观众的梦中情人 田小杰却名不见经传 相貌平平就算了还身材瘦弱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名气地位都不匹配的江山与田小杰两人最终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婚后两人是恩爱有加 要知道女神江山的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 作为万人迷的她可是先后被王志文、晋东吃恋 前夫高曙光更是直言 与江山的感情给她留下了美好的东西 在一众追求者里显得普普通通 田小杰到底凭借什么打败了王志文和晋东成为江山的丈夫 一、杀出重围的追求者 2020年12月22日 田小杰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给江山 语气尽显亲密 江山也在微博下面回复了田小杰 一向低调的田小杰与江山突然在微博 隔空告白 这吸引了不少网友前来围观 许多人都表达了对江山的祝福 自从江山与高曙光离婚之后 网友们就一直为江山的未来牵肠挂肚 究竟谁才是江山真正的良人 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 江山并不是个多有魅力的女演员 何况她已经容颜衰老 但是在31年前江山可是让无数人魂牵梦营 日思夜想的国民情人 跟江山在剧里演了多次夫妻的王志文就更喜欢她了 全中国当时都觉得王志文跟江山是一对 王志文自己也表示挺愿意和江山坐在一起的 并且王志文曾经多次夸过江山 甚至还说江山有他太太的感觉 那时候王志文已经和妻子结婚多年了 那和年轻时的江山就是对王志文不来电 两人就只好做了半辈子的好朋友 后来高曙光打动了江山 江山就和高曙光结婚了 江山与高曙光的婚姻持续了八年 最后却走到了尽头 之后的江山和晋东走得很近 据传江山与晋东曾经同居五年 却因遭到女儿的反对而分手 出人意料的是 没能被王志文和晋东打动的江山 却被田小杰给拿下了 这让许多网友都感到有些 一难平 田小杰凭什么在一众情敌中杀出重围 夺得女神芳心呢 有细心的网友得出了答案 关键还在女儿高一心身上 离婚之后女儿成为了江山生活的全部重心 对江山来说没有什么比女儿更加重要了 因此只有能够获得女儿认可的男人才会成为江山的选择 江山的女儿高一心曾经在节目中表示 希望母亲能够找一个成熟的男人当自己的继父 这样母亲就不用太过劳累 毕竟为了自己的成长 身为母亲的江山牺牲了太多 为了让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而不受绯闻地打扰 江山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陪女儿到了美国求学 母女俩相依为命 共同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光 长大后的高一心看着父亲高曙光 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感情甜蜜 更希望母亲江山也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比母亲江山小了整整九岁的近东 显然不符合高一心的要求 说不定两人结婚后 母亲还要反过来照顾近东 但是田小杰就不一样了 干过修车工 吃了很多苦的田小杰 知道怎么心疼人 并且田小杰也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有着相似经历的田小杰 更能理解妈妈的辛苦 对于高一心和江山来说 田小杰就是那个 恰好出现在正确时间的那个人 田小杰对江山产生好感后 就一直对江山穷追不舍 在追求江山的同时 田小杰也不忘同高一心打好关系 很快田小杰就获得了高一心的认可 并且在高一心的帮助下 抱得美人归 田小杰与江山结婚之后 没有再要孩子 一直把高一心当成亲生女儿看待 没事的时候 田小杰就在家里做饭 或者是陪女儿出去逛街 2024年1月26日 有网友爆出田小杰陪女儿逛街挑帽子的照片 父女俩有说有笑的 田小杰与妓女的气氛十分融洽 就跟亲妇女差不多 不过这个大众眼中的 好丈夫和好爸爸 曾经也差点 人设崩塌 二与女同学亲密拥抱 在好丈夫 2021年9月12日 田小杰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 晒出了一组同学聚会的图片 同学聚会这件本该值得庆祝的事 却差点引发 灾难 问题就出在这张田小杰与女同学的合照上 身为有夫之夫的田小杰 从背后抱着这位穿着白衬衣的女同学 他们俩脸贴着脸 看起来亲密极了 有网友表示 不知道的人估计还以为田小杰与这位女同学 才是夫妻俩呢 评论区里也有不少粉丝 对田小杰的行为表示质疑 该不会又是一个准备 抛弃弃女 的渣男吧 网友们担心极了 毕竟娱乐圈里这事简直太常见了 对于网友的疑问 江山和田小杰都没有出来回应 从田小杰后续发布的视频来看 江山与田小杰感情依旧稳定 这次的亲密拥抱 事件并没有影响夫妻俩的感情 毕竟田小杰与江山在一起时 两人都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感情经历 此时的他们更能够包容和体贴对方 2022年4月 田小杰发布了一条给柴犬庆盛的视频 里面有一个女生欢快地祝福着 寿星 熟悉江山的网友都听出来了她的声音 娶了大众情人的田小杰本该人人羡慕 但她却一度吓到观众不敢上厕所 三 自证清白 的人生赢家 演了重生之门后 田小杰火了 不少网友一看到她就忍不住两腿发软 田小杰甚至一度成为了网友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恶名远扬 但田小杰不得不出来 澄清 别害怕 叔叔其实是好人 但是网友丝毫不买田小杰的账 表示她演的反派实在是太吓人了 让人忍不住惊呼 快跑 2001年进入娱乐圈 2022年才爆红的田小杰是标准的 大气晚成 累演员 但她并不计较这些虚名 对田小杰来说 有没有名气都不妨碍她演戏 只要是能打动田小杰 让田小杰产生共鸣的角色 田小杰都愿意去扮演 她完全不在乎戏份的多少 也正是因此 田小杰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 不过爆火之后流量的突然增长 确实带给了田小杰不少好处 2022年之后 有更多的导演愿意找田小杰拍戏了 此后演技精湛的田小杰有了更多选择 2024年4月15 21日 田小杰参演的群星闪耀石 以及《哈尔滨1944》先后播出 除了这两部戏之外 田小杰参演的《危暗之火》 也将在本月上映 粉丝们表示十分期待 田小杰在微博上是越来越活跃 她的戏也一步接一步 江山却仍旧低调 目前江山的动态还停留在2月5日 宣布自己在《真心英雄》中杀青 江山就又回归了日常生活 思念江山的粉丝只好在田小杰微博下面喊话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两人的消息 田小杰与江山结婚之后 一直对家庭十分重视 爱护妻女 事业有成的她让大众十分羡慕 不过作为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 田小杰还是应该注意跟异性保持距离 毕竟如今的幸福来之不易 只有彼此都珍惜这份感情 婚姻才能走得长久 愿田小杰能够与江山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相伴终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